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小心你咖啡不要倒到我身上了 在这边 还没来 要不要喝东西 不要 不想喝咖啡 我跟你讲 今天来的这两位嘉宾 跟我不知道是什么缘分 一个是我跟她可以算是 不算同年同月同日生 我们同年同月同一个星期出道 但是我跟她的那个主持的定位差很远 可是我不知道她凭什么跟我又主持做了这么多个节目 凭什么呢 她有她的能力 另外一个是很爱迟到 那个我因为她叫我在楼下等她 跟她一起上一个节目 我真的到她的家楼下等她 我按时就提早十分钟 最后五分钟准备了 下来了 下来了 她一从楼梯一走下来之后 我车转了完全走 就是故意要这样整她 我再也不猜你 很心疼 到了到了 你看看 进不了 天呐 他来了吗 来了 我们就假装不理他 好狼狈 我想要玩他 我想要玩他 哈喽 你拿这么多东西 我又舍不得 我想要开始要比你了 你又这么甜蜜 好可怜 我跟你说 我第一次就为你搬这么多东西来 Eddie这号人物不请他来说不过去 请他来也要说清楚 因为Eddie跟他的关系纠缠不清 有没有看到我们共同走过岁月 Eddie 你发生什么事 你发生什么事 他就是我17到18岁 年轻的时候大家一起离乡背景 最早最初认识的从小到大的朋友 我今天看到你这个很感动 我知道你要煮虾面 对 而且是很麻烦的东西 我已经告诉我的工作人员了 就是Eddie煮完虾面 你们大概要用一个礼拜去清洗 不是 为什么 因为是很油 是吗 很脏的 炸鱼 那个虾头 炒炸 对 Eddie 事先 我要煮什么 我说虾面了 你今天在我那边展现你很会煮虾面 他煮的虾面就过真价实 然后材料又放得多 就是两公斤的虾 我先看一下你的食材 因为我知道你的食材 听说我们的统筹一定像你的食材 他已经在菜市场晕倒两次了 为什么 因为很多 然后这什么 这什么 我忘记了 你的最爱 螃蟹 所以你还下重本 放螃蟹 对 因为摆盘的时候非常漂亮 这个是槟城市豪华版的虾面 我真的很受不了 你又不是名厨 你看到这样子 你会不会觉得他阵仗真的 很夸张地大 很夸张地大 你是要开店是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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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朋友 原来是你 妈 我忽然才想到我妈 她从来不出现 也不出席人家的综艺节目 甚至于她也挑节目 煮菜 你看那个样子也不会煮 光光凭着两个心意你就知道 有友情 有这个感情了 不会煮 不上节目 那今天都来了 我刚才跟大家讲过 我跟这个人有着很奇怪的缘分 是 我们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是我们是同年同月同一个星期出道 对 是吗 你也是演那鸡桶是吧 没有 不是 那个时候我们同一个节目 然后她是主持那个 青春爱你爱不完 小男的偶像爱不完 那个时候她就是你这种青春 那个时候她就是你这种青春 对 我现在这样转过来 破铺 只是现在不是在街上 不然就骂街聊 我跟你讲 真的 以前就是很青春的坐在那边 欢迎收看青春爱你爱不完 对 然后我后面又拖了一个梗 我不知道你服不服 你说 我说我们就是完全不同类型 不同级别 不同样式的主持人 是 可是我们居然搭档做了很多节目 爱给人力量 爱让我们再次欢聚一堂 我决定抱你了 过来 你不要拍我 我决定抱你了 欢迎收看我们的 朱宝宝 欢乐迎北年 是的 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 可以和我们一起持旧迎新 都是你倒霉 还是我倒霉 不是 因为讲跟你讲 节目这种东西 就是说如果公司注重的话 他一定把最好的放在一起 对不对 好 所以你看 今天就是最好的 对不对 有来自海外的 两个来自海外 你也台湾 对不对 我还是 所以我还是地区 本土天王 你也得佩服我 我后来再讲 说我这个节目请的 都一定要是跟我很好的朋友 是 是 然后你看一下我请来的嘉宾 各个都是顶尖人物 对不起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Chef Ari 明厨 明厨 也可以说是我们拉着他出道的 明顺 这个不用讲了 郭亮叫 郭亮好朋友 郭亮真的不简单 郭亮老实讲 他也从来不随便跟人交朋友 也不随便上这种节目 是 还有一个你可以看得出 中间这张 这张 黄晋雄 另外这个也是蓝搭的 跳跳跳 另外这个也是蓝搭的 另外这个也是蓝搭的 跳跳跳 这个 这个真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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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直笑 我们是蓝搭的 笑到眼泪眼油 然后眼油都流出来 你可以长久了 各位 你的食材我们在这边直接看好了 因为我看到你这一代 很不理想 我们不用放桌子了 直接 这是什么来的 没有 来 我们这个食材站好来站好 需要进去吗 不要开玩笑 我这个食材真的是 你看 咸菜 好吗 咸菜 来 你不是煮咸菜粥吧 不是 咸菜 咸菜 我跟你讲 艺人有一个好处你知道吗 你去巴沙买咸菜 买一送一 而且是现在这个是猪肉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 我要处理的事就是 咸菜猪肉 汤 没有 就炒 好 这样而已 我跟你讲 有些时候菜不用多 配料不用多 食材不用多 好吃一道菜就好 我给你看我的 你不要说 我也是有用心良苦的 妹妹 你妈是带一头牛 所以一头猪过来 好 这么夸张 要去里面拿 我的放这里 等一下 好 什么 鸡肉 蛋 馒头 大葱 讲真的 你这些食材 我不敢领教 因为我不知道 你要做馒头这个肉 要塞进去 不是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真的是 小孩子都喜欢吃炸鸡柳块 对 那些块 但是尤其去快餐店 我们都会觉得 小孩子吃了不健康 对 是 所以我还是用鸡胸肉 然后一般人都是用面包糠 对 面包糠跟这个 馒头糠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当我给它切得很细很细 然后我再用一些腌料之后 我再把它沾起来 炸出来之后 它更厉害 更香 你看 听你这么讲 我都觉得不得了 垂涎意地 肚子都饿了 对 我们来准备吃斋 准备一下 准备一下 我们就可以吃炸鸡好不好 准备好了 东西都对了吗 提前了吗 来 这里 准备吗 对 对 像是像天一样 天平间一起去探索 或许这就是幸福呢 她说 依凤和妹妹的厨房 You're so sweet 我们刚刚在午餐时间 因为我们个别分开吃 但是 就在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就下起大雨来了 所以我们就陆陆续续地 紧张开始开工 妹妹在外地拍戏的时候 有没有自己下厨 应该没有 没有 然后你没拍戏的话 怎么解决你的三餐 外卖 外卖 难怪吃得更严 我从我这边看好像三合板一样 瘦到这样子 讲真的 你的这种厚度 你妈妈以前都没有 真的 我以前也有这样 我以前39公斤 没有 以前 你现在给我的感觉 你是米薄 然后你妈妈以前是米苔帽 很肥一条 真的 对 米苔帽 对不对 认同 你有看过米苔帽 你要老鼠粉 老鼠粉 她喜欢吃 老鼠粉 对 所以真的 你还好这一点没有 对你妈妈的基因影响到 老了你就会知道 对 如果她是我的主持人 我一定会跟导演讲 今天的衣服 主持人完全不搭 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什么 什么身材 你不是看到一个零 跟一个八吗 你怎么划出划另外一切 出划呢 对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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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敢叫我换衣服的 没有要让你换 我们去烧情 这个节目 反正 反正 我在任何节目都是用才华 胜过人家的外貌 只有没有什么才华的人 导演才会尽量在服装上 给她一点点嘴 我看她的衣服很违离我 我看女人有时候会忽然间 记住 真的会记住 我刚刚那个眼神真的有点 就算是青年也不需要这样 我在这边还想混 你就是这样欠打 为什么 其实你人就是很好 但有时候我每次就要见一下 见两下人家就要去误会你 这个我必须要真的跟大家讲清楚 我跟Mark Lee有一个非常帅的样子 就是整个演艺圈里面 长得最像要吃喝嫖赌的 就是我们俩这两张机车脸 但是我们俩不会喝酒 都不会喝酒 也不会赌破 也不熬夜 真的 这几年在外面 有些时候要跟老板开会 他说开红酒 对不起 我没有喝酒 你看他们一种怀疑的眼神 不是 你瞧不起我是吗 我记得你喝过年轻的时候 没有 他们都是这样子 对 没有喝酒 你瞧不起我是吗 学义鳳 你年轻的时候喝多大 真的 所以就是没有人会相信 我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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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样按 这什么东西来的 这么制作主搞一个这样烂的 我们这样东西是很好的 一碰 你看 可以 好 好 我跟你讲 你慢慢弄你的辣椒 我去处理鲜菜跟肉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放一点胡椒粉 跟大家先解释一下我这边 然后我会继续我们的话题 这个鸡胸肉在腌制方面呢 就是一定要香油 胡椒 生抽 老抽 蚝油 然后呢 还有花雕酒 好 因为我现在这个大葱 再放下去就开始可以腌了 梅 你可以帮我切大葱吗 因为这个太细了 我要不给你切 我怕伤到你 好 还是会担心的 好的 如果你在我不在的情况下受伤 我接受 在我在的情况下受伤 我怎么办 就是你不负责任 让你的女儿受伤 我记得有一次 她不是拍戏头装到那个 有无言 对 对 她掉钢丝 突然间 那个 我看了我都痛三天 盒子 她那个已经是小K的 就 我觉得还好 所以你看 他们现在年轻人的想法 跟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想法 真的是很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觉得危险 他们觉得说是好玩的 怎么办 我的女儿也要进入演艺圈 真的吗 真的 她跟我讲 没有 她跟我讲 我一定比你红了以后 真的吗 被很大还是最小的 大的 你记得我们去英国吗 她不是讲说 为什么大家看我 对 我很美 因为我很美 她那个大的很有幽默感 你记得吗 她很有信心地讲这句话 然后我就讲说 我一定以后比你红 我说你怎么比我红 她说我唱歌比你好红 天哪 每次在社交媒体看到她 我觉得她很沉重 她有大姐的样子 又会读书 然后又要做爹地妹妹的好榜一样 是 她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讲真的妹妹 你是喜欢一个人在北京 还是说 在新加坡可以跟妈妈在一起 我提喜欢一个人 提喜欢一个人 但是 你再讲一次 我是提喜欢一个人 但是他们偶尔来找我的话 我还是很开心的 但是像现在这样 一直常住的话 最好是不要 好吗 好 明白了 妈妈会不会心碎 没有 只是 她知道 她一直都知道 会不会心碎 我跟你讲 你们都以为我去北京 我如果干嘛 要退休就是一直赖到 有 人家在讲话 是一直赖到 有 人家在讲话 录影 我也是在讲话 我也是在录影 是 因为你知道吗 虽然说我是把自己减产减量 然后以后会照顾女儿的生活为主 但是我跟她有一个共同的默契 就是我只守住北京的家 但是她每个剧组 我一定会去探班个十天 为什么 想要送吃的给她吃 还是去看男主角 也是 也是有 或者是看有没有机会 把自己给挥出去 你不要毁了人家的娱乐圈 好不好 你就让妹妹要好好在那边发展 你干嘛去破坏她的事业呢 妈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秘密给讲出来 真的 我们能够在新马一带吃得开 你就应该是算好了 那很没有礼貌 人家在讲话她就炸就 人家在讲话她就炸就 难道你炸东西不可以安静一点吗 我不是炸 我只是炸 我只是炸这个 他真的没有跟我们在速度上 导演 你可以安排她 进去里面那个厨房吗 是 我们人家炒辣椒是没有声音 她炒辣椒一来就傻这样 所以我跟你讲 会做事的人是没有声音的 要不然我没有机会下去 你会不会讲的两个小时 快点 你的辣椒不要浇了 要记得去要妹妹帮她吧 对 妹妹很会的 妹妹 讲真的 你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有没有人约你去一些来喝酒的地方 或者是你感觉到跟这一班人在一起 可能你会变坏还是之类的 有 会有的 但是我也有好的 你拒绝了吗 拒绝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 但是你不担心你拒绝了之后 可能你就不能够变成一堆了吗 对 但我发现很多那里的议员 不想出去就不出去 怕什么 但是我也有几个好朋友 他们也是喜欢喝酒 但他们不是那种坏的 他们有没有喝 你有没有喝 有过 我不是跟你讲 我不是跟你讲 一遍你就永远不能说不 一遍和妹妹的厨房 好 我问你 妈 有一天如果你孩子长大 他们都会经历社交媒体 不管是不是 是 然后我拒绝夜生活的耐心 是 然后是在酒吧拿着那个酒杯 跟朋友在那边这样 我说不 我永远不允许这种照片出来 对 换作是你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小女孩去跑街 是 去梁桂芳囊要你去读书 对 你就是酒狼 然后我就跟他讲 拒绝 拒绝这个姿势 你喜欢 我就跟他讲 你现在 对不起 我当初但是我没有情容 任何人的借口 你讲出来 你不用演当时的那种激动 Eddie 收拳 Eddie 收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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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优异的前科 我们还是小心一点 比较好 我就跟他讲 你给我辞职 你穿那个什么衣服 你想要表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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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想要表演我 你是我的战监女 你不叫我去 然后我上一个人在外 然后我上一个人在外 Eddie 你还在讲我 你可以中拳吗 你中拳吗 很难剪 你只会我没有 我的问题是 我走进来 她的风吹 不是我 没问题 好吗 你是卖战监女 你不叫我去 监女 你不叫我去 然后我上一个人 然后我上一个人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妈 你有你的头脑响 我身旁一定都有经理人 我下游戏 他们没有人让我去拳 我这本没有人知道 我就跟他谈谈到 最后我跑去他的公司的群组那边 骂到他一文不知 然后到最后 我阻碍他 删除他 所有跟他的联系 阻碍他完 疯掉了 那时候疯掉了 对吧 他不会他冷静 他有哭 对 我可以跟你讲 你这个女儿的心情 其实很多东西他都不讲你 他不讲你的原因 是因为他知道你的辛苦 他反驳你 其实在加重你对他的一种负担 跟一种压力 你明白吗 他今天你骂他 他精进 他承受 因为他知道你一直都在担心他 而且你的这么多年来的这个过程 他体会到你的辛苦 不 问题他不抵辑 不道歉 然后不出声 这个是小孩子的一种心态 我跟你讲 我的女儿十二岁 没有电话 什么都没有 好吗 他还是可以跟他的同学沟通 你说用什么方法 没有人知道 他就是可以进去找一个方法 跟他的那个同学 男的女的 又检查一个群组出来 真的 完了 我跟你讲 所以我跟你讲 对 就是那种气 我跟你讲 小孩子 你没有办法阻止他 你只有去纠正他 不 如果你觉得他走歪了 我不知道 我很怕 所以 你要赖他 这个你在哪里拍的 郎桂芳 好 那边很热闹 你要以这种心态 你再不高兴 你要以这种心态 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是很痛苦 我们是要用传统 以前爸爸妈妈的那种方法 可是你来对付现在新一代的小孩 是行不通 你只能用一些所谓的 比较柔的即将法 我也曾经是你的年龄 所以你做什么我都知道 你不要骗爸爸 所以他们心里面就有一个底说 我骗不了你 坦纯说出来的时候 我们又不可以去严厉地责怪 要去从旁地去用另外一种方法去 讲给他听 要不然以后有什么事情他不会跟你讲 其实叔叔说的很多的话 就是可能我自己都不会发现 还是不知道如何去表达的东西 他就说出来了 所以我就觉得 我很傻 我每一次如果妈跟我吵架 还是我们的 一个月几次 她跟你吵一个月几次 你妈 一个月一个月 一个月几次 一个月来一次或两次 不错 就每天 一个月一次 一个月一次 可是你要知道我一个月的一次 是会生机多久 就可能一 对了 就 我很骗人的 我很骗人的 他都跟我讲 妈 你不要这么 到现在才知道 我到上个礼拜还在骗人 还在跟他生机期间 看到 骗他 骗什么 骗他 不要让他联络我 那我们有一个搞笑的东西是 我们两个在吃饭 你说我们这个月应该 谁会先中他 对 我们在家里 就在那里打赌 这次是你先还是我先 结果我先 谁先 谁先铁一封铁铁铁掉 他铁铁铁你 然后就假假来问你 怎么样 他的电话有没有什么 对 如果有一天你两个人铁铁铁呢 我会 我也做过这个 然后你要问谁呢 我就消失半年 然后就等他们那回 不是 他很厉害的 就像谈恋爱一样 你铁铁铁铁 你就是要看他可以 用什么样的方式回来找你 所以 我赢吗 赢 等一下 我跟你说 你赢 但是我们是逼着自己去拍马屁 你爽吗 拍马屁 去拍你的马屁 我们也会有时候可能被误会 有时候想要跟你沟通 然后你把我们谈恶 然后我们还要去那里求你说 我错了 我们会开心吗 那都是我错吗 整件事情有 总是有二十三十字 好 你们吵架 你们过来 好 你们吵架 你们过来 我怕等下你整锅倒下去 好 有时候我们吵架 是有时候可能我没大没小 承认我有时候也会有说错话的时候 有必要银修吗 银修很孝 银修很孝 鱼俑 你知不知道吗 银修很有孝 如果今天是你被银修掉 我就不管了 因为我就喜欢银修 人家银修我就好 你说别人好 你说你女儿这样对你 你会不会 不可以 那我妈呢 所以我就是你妈 你等下辈子再来问这个问题 你可以吵大声一点 我们今天晚上就吵 不好意思 阿姨 你们吵架 少声一点 我等一下油喷到你 好吗 但那个痛是一样的痛 我们的感情是一样的 不一样 我的比较伟大 因为她生你的 我生 我因为我比较大 她要这样讲 我是生你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其实就是好奇心很强 然后又惧 又爱面子 要不然就卡在那边 医生那边等 你会不会回答我 你们会不会说道歉 我会等 所以有其他这样 我干脆弄掉他们 然后我就去睡觉了 我就为了讨个安心 所以很自私 我会觉得委屈 就如果说我们吵架 但是她又没有听我说 又没有理解我这一部分的时候 我又了解她为什么这样的做法 我又了解她个性 我又了解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她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她经过什么 她为我做的什么 我又不可能从头到尾 告诉别人我们的历史 但又不想让我妈当坏人 所以我就很复杂的情绪 我教你看找什么叫简单又好吃的料理来 来 可以吃了吗 可以 没问题 好 因为你的甜菜没有震过水的话 就非常非常甜 会吗 没有 刚才是因为你炒辣椒 所以影响到你的味蕾 真的 你试一下 你应该再泡水过 再炒过 反正时间很多 真的 够咸 太咸 太咸了 太咸了 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做法 拍你的道菜 真的是不得了 猪肉还好 咸菜太咸了 我先把猪肉分开来 你的咸菜完全没有泡 刚才 没有泡到水 因为每次都你用它 妈 你可以看得出 她的菜 连今天连看都没干 第一包咸菜 第二包 还是咸菜 她自己都吓到 咸菜 你看 咸菜 咸菜 又咸菜 你根本就没有剪菜 你自己都这样 你干个老婆 你自己都这样 那两包咸菜 煮两次 但是这道菜没有可学的任何镜子 也衬托出 一缝跟妹妹的煮 真的没有什么食谱 刚刚你们一直在做我做女佣 又吵到你们 其实最重要 我煮不是给你们看的 那我是给观众看一下 我怎么煮的 很难煮 第一个步骤还记得吗 怎么做 拔虾 对 虾壳要跟辣椒一起炒 炒了之后 香的时候就搅拌它 搅拌给它均匀地 放进汤里面熬它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熬了四个小时后 才可以加调味料 如果你开始加调味料 你的那个原味就会没了 原味没有掉 来 现在要炒虾了 开心你炒 我开始炸了 火不能太大 中火放下去都不要冻汤 五分钟后翻另外一面 再五分钟就是完美了 等一下我来报全域凤的底吧 你们想知道全域凤的底 那我报给你听 她可以全身血滑打电话 Edgy 我被打得要死了 快来救我 全身血 一幅泼大纹 吓死我 我就直接跟他们讲 我以前就有一个初恋 是王向勤 一个以前的主持 然后那时候 因为她一直有一个女朋友 我不知道 当我发现是第三者的时候 我就崩溃了 我就哭 骂 我第三者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Edgy就打给他 我跟他讲 我被打了 我很差 我要死了 然后他就爬进来 然后他看到我 说他吓到了 我真的是穿着白色衣服 满身都是血 我说 干吗你打人家 我转身去 不是我打他 你看我 我是被打死的 不是我打他 你看我 我是被打死的 他的整个脸是血巴巴 你还看他的血 不是他的身上 是人家的血在他的前身 他打那个人 是那个人的血 在你的身上 对 这个主持人 这个脸都是 我都是长阴 然后他的衣服比我更薄 但是我就觉得我被打 很好笑 我们真的共同经馆 都很好笑的 荒唐的生意 讲真的 我从入行到现在 我一直看到你做一些不对的事情 包括你结婚 我都一直问号 为什么你会跟他在一起 去打保龄球 为什么你会跟他在一起 这样 这样的东西 你很多问题都一直不明白 包括 我还记得 只有到你离开以乐圈 一直到有一个新的才出现 你又回来 对 回来了之后 你没事干就替人家的得事干什么 对不对 你敢直接这样讲 你就整天就是让公司 让作为你的朋友看到你的新闻 我们讲 不要帮你自己 真的 一直到今天 我看到你穿这个围巾 炸这个肌肉 我觉得你真的是 变化很多 这三十多年来 在你身上的发生事情 都是奇迹 都是奇迹 每一次我看到 有任何对他不利的新闻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不是一个容易失控的人 有一件事情是发生 很突然他没有办法接受 或者是长期累积下来的一种压抑 你刚好就在这个时间点 他爆发 然后可能他也倒霉 被人拍了 或被人投诉了 这个事情就爆出来 因为一个艺人 结了婚有小孩 任何自己个人的一个举动 一些行为 都是会小心的 但他会有发生一些 不利于他的事情 是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来 业起锅了 我要起锅了 好 今天我们这三道料理 真的是不同的款式 你知道吗 这个是道具是吗 不是道具来的 这个是用新凉口炒出来 有家乡味 真的很想拆 你出来一下 确实吗 没有 没骗你了 它咸菜是咸菜肉丝 完全没关系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这个叫做爆合神笔 就是两个人躺在一个碗里面 盘里面 没有关系 但是两个人没有关系 这道Eddy的虾面 你自己吃吧 真的 真的 我跟你讲不用怀疑了 对 但是我先吃你的肉饼 有一点冷 但人家想还有热热的 我觉得OK 因为你炸了 放了那么久之后 吃起来 那鸡胸肉没有那么干 有一点惊讶 因为它那个卖相 我看了 加上那个风火轮 真的是 因为风火轮是番茄汁 可是你炸出来 又是那种褐色褐色 所以两个颜色完全是不搭的 可是吃起来还有一点惊喜 你有没有觉得 如果再放两个蜜蜜 应该会蛮好吃 本人没有颜色 真的你卖相今天做得很烂 但是我也要跟你讲实话了 我吃这么多年的虾面 对 今天的真的普通 为什么 你没有放鱼肉 没有 没有放奶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刚刚他们制作组的时候 赶得快点 我还没有加进去 他们就拿出来了 有吗 有点不一样 淡 对 有点淡 但吃起来我觉得还是 我的最好吃 有可能 对不对 真的 好吧 我们就 硬从它吃完 因为我们真的太好笑了 跟老同学是会一样 因为这个是太久 大家都没见面 所以就大家开心就忘记了 那个料理这方面 抓纳 对 最重要是我在梦丽三藏 学到了很多做父亲的道理 嗯 这点我真心服务你 没你都点的 为什么呢 就以他今天说的那些话 我就觉得他还蛮了解女儿的 这个我蛮佩服的 不是每一个爸爸会可以跟 就是女儿那么了解 你觉得你爸我不好吗 没有 我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你觉得我比较好吗 我没有说谁不好 你的好是不一样 你的好是物质上的 他没有了 那个是一点 他要买东西 要什么东西 他从不花自己的钱跟妈的钱 你好 我看她的电话突然间 娘子很热情 对 哈啰一下 胡子热情 哀 一张叫声出来了 好 我先跟你说了 首先 我从小其实没有要过东西 是你刚好在逛街问我要不要 我就点头说好 不是我要的 是你问我 我才要的 我逼你的 我就错 他是因为他喜欢 他经常去逛街问我要不要 我才说我要的 所以妹妹你真的是一个 比较喜欢物质上的一个女孩子 我 我不是那种喜欢物质上的一个人 我是喜欢吉他 我不喜欢泡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 我对自己有点不够好的时候 我有时候也会买给自己 一些化妆品 一些包包之类的 但我不会说是一个必要 我对于我需要的一个必要 我让我很爱重复买的 就是吉他还有画画的用品 我也关j 主意 辟钢和妹妹的厨房 我觉得她是很有想法 我跟你说 这个节目 她在这个节目中给我很多 我以为我要的是对的 我给的是她要的 原来是偷她不要的 真的 真的这一点 我跟你讲 这是因为你性格的出发点不对 我认了 我前两三七 我就开始认了 其实没有了 因为她在不同的年龄层 她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 我一个人生间父母亲的 这样的一个职责 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我觉得 母亲会带给孩子看到生命的宽度 父亲会给孩子看到生命的高度 我即便再厉害 恐怕我没有 所以就要从这些爸爸的口中 得到一些经验 你拿那个什么成就奖的时候 她在台上唱那首歌 谢谢 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小女孩 在你身边是对的 为什么 可能她会帮到你 她会教到你 你不要一直以为 要她从你身上看到什么 我们从自己的女儿身上看到什么 是很重要的 而不是你要你的女儿 你看看 看她的爸爸 她就像一样 对不对 反而我们在女儿的身上 看到她的可能学习态度 你看到她的努力 你看到她的 为了争取一样东西 她靠自己的想法去拿来 当然是对的想法 很多事情你双方面做 我们会活得很开心 你单方面去做 你的世界就是末日 所以真的 人不可以一直这样想 人要这样想 所以 我一直是 我一直以为我是 我真的一直以为我是 真的 但是也要是我压力大 然后我强迫症 跟我的那个 占犹豫很强 是 我想知道你平时是怎么去 发泄你的压力 你怎么发泄 就是说你可能工作 又碰到你妈妈这样 平时 如果我们真的又有什么矛盾 我也不想让别人觉得 我和我妈关系不好 所以我不会去说 我只能等 一直等 等长大 有一边是在等长大 一边在等改变 一边是在等 你冷静 你可能还有机会说话 她用等是很客气 她没有用承受 我只能等 我只能承受这样的东西 因为我不要让我妈妈跟什么说 承受 这个字是很严重 她用等 对 所以就很伤 然后她已经二十岁了 如果是等我长大 那真的很可怜 这孩子承受太多 如果是我的话 二十岁 受到这些委屈 我还在等 等妈妈你长大 等我长大 很心疼 其实之前我自己的 本身的想法 是想谈个男朋友 然后对他 依赖他 发泄给他 因为 简介是凶手 就是 因为 简介是凶手 就是 她把她的压力 找一个男朋友 我妈又骂我 那个男朋友就在那边给他吹 我才发现我变成那个不好的人 所以就 对啊 就承受了 就扔下来 然后就 怎样会变成不好的人 就是说如果还认识一个男朋友 在你在这方面承受一定的压力 他把那个压力发泄在男朋友身上 对他来讲 他又是一个不对的 因为他不能够把压力发泄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他不想做这样的一个人 是吗 我是觉得 我也会有很多委屈 自己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委屈 我自己没有发现 但是长官说的那句话就是我用等待 而不是说去承受的时候这句话 因为 因为我从来没有怪过我妈 我都是希望可以变得更好 只想要变得更好 所以我只能等待改变 所以就只能等 他现在这个年龄还懂得这样去处理方法 到了另外一个年龄层 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他会跟你讲 妈咪又很累 他连谈都不跟你谈 会累 这种累不是体力的累 是身心的累 我每天给你这样 坐下来谈二十次之后 三个月后又发生了 我真的很累 如果你觉得我这个女儿不好 什么时候就说好 但是我温馨无愧 我对你是好的 可是每次跟你谈都没有用 我累了 我还是想说 我妈还是一个很好的妈妈 当然 当然就是是很伟大 然后我又懂她 又有时候真的她发脾气想打她 但是我是真的很懂她 所以如果我妈不是这样的 我也不会有现在有很多的那些习惯 还有做法 所以我还是觉得我妈是很好的 蒋真 我跟你买一个保险 你要记住 一个女人生孩子流了血 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你要记得是她生你 就好 你明白 那当然十个月很简单 对不对 放在肚子去哪里就去哪里 生出来的那一刻 那种感受你也知道 所以这个东西是双方面要去经营的 不是靠骂 不是靠封杀 都不是这样 经营 所以管人永远是最难的 人事部 管女儿 管自己的孩子 比管员工还难 真的 那我也很感谢 马克力 其实她最后 她最后故意再提起那一点 她在连连凯兴 她还是怀待你十月的那个妈妈 我就觉得马克力这句话在救我 要快点救她 不管什么事情你们放归放 她是 你流了多少血跟汗 在那一天把她生出来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所以我还是要送回妈妈 我从来没有跟你讲过 对不起 妈很幼稚 妈去妈你祖宗室 把她带妈你的DNA不好 去妈你的老板 去妈你的朋友 然后去你公司 把你思闹乱七八糟 就是要 你懂 我这个臭女人 就是要让你没尊严 妈真的跟你讲妈对不起你 干一杯 没事 对不对 懂得讲对不起的人 还有希望 那个道歉 是我心里的一个服输 我很怕像马克力讲的 或她自己讲的 她变成另一个错的人 这句话让我很怕 所以我要快点让她知道 对不起 这句话应该不回来了 就不回来了 可是我要让她知道 妈妈要改 希望她以后的感情观 跟有任何事情 不要再想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 这个对不起是 是一定要让她知道 妈妈愿意服软 我要找回自己 我要寻找意义 要明白所有的问题 我要紧张开心 我要戴上面具 我知道我可以 不再对不起我自己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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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凤 你改变了很多 为了女儿 你走来真的很不容易 你脾气再收一收 你就是非常完美的妈妈 谢谢你 那其实怡凤 认识你这么多年了 然后我是希望你可以用 另外一种心态 来去看这个世界 一个人如果只是用单角度 去看的话 你会给你自己压力 跟情绪的影响 你从不同的角度 去看一件事情的话 对你的生活的一些情绪 会得到很多的好处 那今天真的很开心 看到你跟妹妹两个人 从艰难的道路上走过来 所以希望你们接下来的道路 会更顺利 没有任何的阻碍 丁共和妹妹的厨房 真心每一刻 太好了 又来 又来 太好了 可以 年轻了吗 不可以 你不要忘记我小时候抱过你 你还清叔叔的嘴 我是一个很傻子的妈妈 可是每天是一个宅女 所以有时候我一直带她去买 买买之后就要买衣服 在外面过着的时候 然后在外面穿的时候就这样 我跟妳有什么关系 你这什么态度 妈妈这么累 休息的日子妈妈都带你出来 买你喜欢的衣服给你穿 这些衣服是我穿的 你看得开心又不是我要的 这些衣服是我穿的 我跟妳有什么关系 她才四五岁 我就忽然觉得 对 我看你穿我爽 我说不是你喜欢的 我跟她讲那你要什么 她说我要去买衣服 我也很火 因为已经很多重复了 可是问题是 身为母亲 你以为你自己很伟大 但是未曾想过 穿在她身上 爽在我心上 可是不是她样子 她从小就有这个想法 更多关于 姨凤和美眉的不适防话题 请浏览八世界 和收听 LOVE972 姜葱麻辣锅